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思亚和亭亭玩完层层蝶之后 思亚开始收拾 将层层蝶放入盒 不过亭亭站在身上 没有收拾就离开了 和朋友玩完之后 我们都会一起收拾玩具 亭亭没有帮忙收拾 被人有坏印象 思亚就觉得不开心 下次未必会再和亭亭玩的了 亭亭和思亚玩完之后 一起收拾 将层层蝶放入盒 亭亭和思亚都做得很好 和朋友玩的时候 我们会玩很多不同的游戏和玩具 玩完之后 我们会一起收拾 收拾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空间 玩其他的玩具 对了 所以每次玩完一样玩具的时候 我们都会一起收拾 然后再将玩具 放在原来的位置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